好 社会新闻方面是一则死亡车祸的消息 昨天晚间一辆机车在经过重新桥的题外变道时候 疑似因为路面本来这么宽 加上下雨天积水 和一辆以义影车正要通过 所以机车被挤到靠近围里的地方 滑倒了 坐在后座的女乘客被卷到了义影车的底下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家属赶到现场 听闻噩耗 忍不住放声打哭 男孩子也有受伤 车祸现场 拖鞋 安全帽 护目镜都飞得老远 机车上也沾满泥巴 被夹在义影车和围里中间成了夹心饼干 这起车祸发生在17号晚间 一辆机车行经重新桥题外变道时 疑似因为路太窄 被一辆义影车挤向旁边的围里 加上天雨积水 机车不小心打滑 坐在后座75年次的陈宛如 于一被勾进义影车的后轮 头部被卷入车轮底下 当场死亡 会不会是说 被移勾到 七十年次的机车骑士陈志渊 很幸运仅受到轻伤 目前已经送往县立三重医院进行救治 究竟发生意外的原因为何 警方还要再深入调查 今天新闻讲新闻高宇林 台北前方报道